而这接连两场的火警意外造成12户的民众受灾 市长魏佳燕除了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关心火事 指示社劳客要协助灾户安置和清洁队帮忙清运火灾废弃物等 在24号上午市长还横往发放了急难救助金 市长表示市工所第一时间安置受灾户清查住户资料 其他包括了民生物资还有就医需求也会从旁帮忙 未来也会协助申请安全救助 花莲市22号晚间和23号中午接连传出火警 造成12户的民众受灾 市长魏佳燕24号前往发放急难救助金 并指示社劳客协助受灾民众生活物质上的需求 还有安迁救助申请 今天我们早上来到了我们中山路的两处 一处是台电对面的一个宠物店 那是在前天晚上发生一个火警 火势也非常大 那刚刚也在第一处也发放卫问机已经发放完毕 那今天是我们的昨天的一个中午 那我们公正街这边也来发放第二处的一个卫问机 也希望说这样的卫问机能够暂时的能够对他们先解决一个部分 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还有市民代表陈慧青 杨哲峰也都特别到场关心 华联接连两天发生火灾 那也造成相当多的财损 那还好不幸中的大幸是人员均安 那相对的一些火灾的原因 我相信会有我们建调小组去盘检之后 会来确认这个原因 但是期盼花联施工所能再往后做一个相当的一个规范 可以在灾后来协助我们这些受灾户 有更妥善的一个生活 那也希望我们相关的单位能针对老屋旧屋 一个电线的态换的问题 来编列相关的预算做补助 让我们更多的民众能针对旧电线来做态换 市长威家彦提醒所有的市民 要更换家中老旧家电和电线 并且家装火灾警报器 还有放置灭火器 共同来守护居家安全 那在这边也要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呼吁 希望说未来家中都可以有一个装 购买我们灭火器的一个部分 还有注警器 以及我们如果要装潢的部分 请用防火的一个材质 还有最主要的是家中的一个电器 老旧的电器跟老旧的电线 以及延长线 在炎热的夏天 请大家都一定要开放掉 那还有如果有抽烟 或是点蚊香的这个部分 请一定要灭掉 那最后最后 真的要拜托大家都要 讲以上的这几点都要记住 借理会幻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